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台湾选举什么样的结果可能引发中共攻打 台湾选举中哪些政党或候选人的胜出可能被世卫挑衅 导致中共考虑军事行动 在这个虚拟的时空里 我们来聊聊台湾选举的一个敏感话题 但记得 我们是在一个和平的框架下进行智慧的探讨 不是真的在制定任何战略哦 首先要知道的是 台湾的政治版图大致上可以分为泛律和泛兰两大阵营 泛律通常指的是偏向台湾独立立场的政党 例如民主进步党DPP 而泛兰则是指偏向中国统一或是维持现状的政党 例如中国国民党KMT 当台湾举行大型选举 如总统选举或立法院选举时 如果泛律阵营的政党或候选人获胜 特别是那些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或强烈反对一国两制的政党或候选人 这可能会被中共视为一种挑衅 这是因为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活动 这里要插一句 如果台湾有个政党叫独立万岁党 而且他们的竞选口号是一天不独立 一天不休息 那么这个政党如果获胜 那可真是给了中共一个大礼包 让中共的军事领导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在玩现实版的风险游戏 但是话又说回来 即使是泛律阵营的政党或候选人胜出 也不一定会导致中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因为真实世界的国际政治比较 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象棋比赛 而不是街头打架 每一步都要谨慎思考 考量国际反应 经济后果以及民众的意志等 在这个复杂的国际棋局中 中共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回应 从外交施压 经济制裁 到军事演习等来表达其不满 但实际采取军事行动是一个重大决策 涉及到极高的风险和代价 所以 即使是在台湾选举中 某些政党或候选人的胜出 可能被示威挑衅 真正的后果 通常还是会在谈判桌上 或是国际社会的博弈中逐步展开 毕竟 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包括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的民众 都更喜欢和平与稳定 而不是军事冲突 就像在紧张的戏剧中 大家更期待 最后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台湾选举后的政策宣言中 有哪些内容 可能被中共视作越过红线 亲爱的网友 当我们谈起台湾的选举后政策宣言 我们得像是在进行一场 政治版的不踩白块游戏 特别是当这些政策 可能触及中共的敏感神经时 在这场大戏中 有些政策宣言 就像是地雷 一不小心 就会砰的一声引爆 那么 哪些内容可能会被示威 越过了中共的红线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但别忘了 我们这是再玩一场词语的绳索舞 既要精准又要轻巧 首先 独立宣言是绝对的大忌 如果台湾的政策宣言中 有任何关于正式独立的提及 那么这可不仅仅是踩到红线 这简直是在红线上跳芭蕾 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与中国分裂的行为 都极为敏感 接着 强化台美关系这一点 也可能会让中共绷紧神经 台湾如果在政策宣言中提到 要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或外交联系 那么 这就像是在红线上 做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稍有不慎 就可能引起对岸的警觉 再来 参与国际组织这一块 也是微妙的领域 台湾若表明 要积极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这在中共看来 可能就像是在红线上玩跳声 而且节奏越快 风险越大 另外 修改宪法如果涉及 国家主权定位的变动 这就如同在中共的红线上搞建设 动工越大型 反对声音越强烈 最后 推进政治谈判如果意味着 在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进行 这无疑是在红线上开派对 而且是那种很有可能被邻居投诉的噪音派对 总之 台湾的政策宣言若是在这些敏感领域里踩到点 那么就可能被中共侍卫越过红线 当然 现实政治比这更加复杂 而且这些红线并不是刻在石头上 它们会随着政治风向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不过 这些是目前普遍被认为可能引起中共强烈反应的政策动向 记住 政治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每一步都要谨慎而精确 台湾民众在选举中表达的哪些独立或主权立场 可能激化两岸关系 增加中共攻打的可能性 啊 选举 令人既兴奋又头痛的民主派对 在这场派对中 台湾民众就像热情的DJ 用选票播放他们的爱国歌单 而这些歌单 有时候会让对岸的邻居 中国大陆 感到不太愉快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哪些特定的歌曲 可能会让两岸关系变得格外摇滚 首先 如果台湾民众选出的政党或候选人公开支持台湾独立 那就像是在舞池中突然放了一手激进的金属乐 中国大陆认为 台湾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有关独立的立场 都可能被视为对其主权的挑战 从而激化两岸关系 再来 如果台湾的选举结果显示 民众普遍支持正式宣布独立 或改变国家名称 国旗 国歌等国家象征 这就像在对岸的耳边放了一手耳光 中共可能会将这些动作视为红线 从而增加军事对峙的风险 最后 如果台湾民众选出的政府 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并且积极寻求国际承认和参与国际组织 这就好比在点唱机上选了一首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这首歌有可能让对岸的听众感到不悦 认为这是在挑战其底线 从而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当然 这些都只是可能性 因为即使是最火热的舞池 也有冷静下来的时候 两岸关系的未来 就像一场即兴舞蹈 需要两边的舞者都有着精准的步伐 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 在这场舞蹈中 每一次选举都是一次新的节奏变换 而舞者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选择 下一步该如何走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